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再次回到每日言经系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二个大的部分 耶稣已经离开他的家乡 慢慢在外邦的城市里面来传讲 当然他的目的是耶路撒冷 那么今天我们走动在11到26节的经文 那首先我们来看11到12节的经文 经文如此记载 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 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想要试探他 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 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 我是在告诉你们 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法利赛人想要试探耶稣 不过在第12节的经文 没有神迹给世代看 这是马可记载耶稣所要给的回应 那这是因为来自于译本的关系 原文里面只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并没有 当然耶稣的回答这里的叹息 所要回应的是 是要有什么神迹给这世代看 那耶稣经过思考 那他的回答 次上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的12章39节 耶稣说了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 那这我们就要回顾法利赛人他们的职责 这个可以记载在《生命记》的18章22节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宴 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 是那先知善知说的 你不要怕他 先知欲言 它的一个重点是要在能不能效宴 也就是能不能成就 而法利赛人在当时的职责 就是要去评估先知欲言是否成就 他们可以说是当时的龙中龙凤中凤 但是却是虚龙假凤 因为他们要透过盘问求问 他们要来试探耶稣 这里的盘问求跟试探都是测试的语言 是对耶稣的一个试探 他要了解究竟耶稣是不是能写神迹 而不是回到他们的职责 评估耶稣的预言是不是得到成就 所以耶稣的想法非常简单 怎么你来返求神迹呢 这是耶稣的叹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13到16节的经文 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 门徒忘了带饼 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 耶稣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赛人的孝和西律的孝 他们彼此预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病吧 耶稣特别提到了 法利赛人的孝跟西律人的孝 那法利赛人他们是职责上面要解释 旧约的这个律法 而西律人呢只要解释 罗马跟西律所定了相关的规条 不过呢 法利赛人曾经错误教导 因为他们教导说若有贡献给神的就不要 奉养父母 而西律人呢他们主要是顾念 罗马给他们的权位 他们引进了外邦的信仰 崇拜下神 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的警醒 要对于这些宗教政治上面的谬误的教导 必须要非常的谨慎 而什么是孝呢 这我们要从酵母菌的一个基本的功能 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酵母菌是一种单细胞的一个真菌 它能够使面包发起来 起了发酵的这个作用 那经过发酵之后的面包呢 是变得更为可口的 不过在这里面呢 法利赛人的孝 耶稣特别要提醒的就是 他们的注重行事 他们的假冒为善 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五节 里面特别提到 他们有敬虔的外表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而西律的孝 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二节 里面特别提到了 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 指的也就是西律 所以狐狸我们知道 他是个生性多疑 狡猾 他当然也有闪烁不定 所以在这里面特别提醒了 法利赛人的注重行事 西律的生性多疑 他们所带来的错误的教导 无论在宗教 无论在政治上面 都是提醒门徒 以及跟随着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而十六节里面 因为门徒不明白孝 以为这个孝呢 是跟他们所习惯的 食物做饼有关 因此就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 接下来呢 耶稣呢就在进一步的解释 他所提出来的这一个比喻 在十七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如此记载 耶稣看出来就说 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 就议论呢 你们还不醒悟 还不明白吧 你们的心还是鱼丸吗 你们有眼睛 看不见吗 有耳朵 听不见吗 也不记得吗 我拨开那五个饼 分给五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 装满了多少篮子呢 他们说十二个 又拨开那七个饼 分给四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 装满了多少框子呢 他们说七个 耶稣说 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这里最后的明白 也就是指的 你们不知道 你们看到了 就明白一切的事情吗 因为你们看到了 分饼 给五千人 给四千人 这个历史的经验 你们不明白吗 那我们就来看 耶稣的回答 世上提醒的门徒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诗变过程 这个诗变过程 可以从最繁复 到最简单 因为在经文里面提到 十七节 你们不醒悟吗 这个醒悟呢 是来自一个人心的 一个推论 诗变的过程 接下来在十七节 你们提到了 你们的心 还是鱼丸吗 十八节 有眼睛 看不见 有耳朵 听不见吗 耶稣特别提醒了 在醒悟 明白之后 他用了心 言 耳 醒悟 跟刚刚明白的 一个界定 加上心 言 耳 是让你心里想什么 你眼睛看到了 你判断是什么 你耳朵 听到了 判断是什么 都是主观意念的判断 而最后面 耶稣提到了 不记得吗 不记得什么 不记得分了五饼 分了七个饼 这样一个实际的事情吗 而记得 实际上耶稣在这提醒的 就是一个客观的经验 记忆 当门徒 无法以主观的意念 来思考 耶稣的权柄的时候 他就直接问 他们的切身经验 因为在这个切身经验里面 他们正经历了五个饼 分了五千人 零碎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七个饼 分给四千人 也装了七个框子 所以 也建为饼 各位弟兄姊妹 当我们很难 去论证耶稣的教导 特别透过我们经文的了解 理解 诗变的过程里面 仍然无法 仔细明白 耶稣的权柄的时候 耶稣在这里面提醒了 那我给你的救赎 我给你的神迹 我给你的医治 赶鬼 不也就是最好的一个 眼见唯凭吗 所以呢 如果我们无法 确实的验证相关的教导 至少要记得他的好 我们恒信 他给我们的一切救恩 那么接下来 耶稣就要教导 门徒如何来看见 他所带来的这些救恩 以及一切的权柄 接下来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经文如此记载 他们来到博赛大 有人带一个瞎子来 求耶稣摸他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 按手在他身上 问他说 你看见什么了 他就抬头一看说 我看见人了 他们好像树木 并且行走 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定睛一看就付了缘 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耶稣打发他回家 说 你这村子 你也不要进去 在这里面 二十三节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你看见什么了 不也就正式回应了 刚刚我们所读的二十一节 在耶稣问门徒们 你们还是不明白 两个问题都是在指的 你们看到了 就应该要知道 不过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二十三节里面 拉着虾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 按手为他祷告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有几个能力 是耶稣要特别彰显的 第一个就是吐唾沫 吐唾沫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面 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鄙视 不过在当时 吐唾沫是具有驱邪赶鬼 这样的功能 所以耶稣直接吐唾沫在他眼睛上 表明了这个能力 是直接来自于耶稣的 而二十四节里面 却指出来 耶稣给他吐唾沫之后 竟然瞎眼看不清 瞎眼看不清 所预表的就是像门徒 在刚刚我们稍早所读的经文一样 他也看不清 为什么耶稣直接有能力 吐唾沫在他眼睛上 却没办法让他一次就得救呢 实际上不是的 耶稣是有能力可以全部一致的 但是他预表了 我们的灵性成长需要分段 同样的 门徒的灵性成长也是分段的 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另外一个动词 按手 按手在旧约里面 多指的是献给神 或是来做祝福 大概除了南麦将军 受以利沙的按手一致之外 大概都是指的献给神跟祝福 而耶稣的按手一致 就是要把这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 如同洁净一般的献给了神 成如我们刚刚所提 耶稣并不是没有能力来一致 他用分段的概念 反映了门徒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摇摆 以及接续下一集的经文 我们想要读的 27到30节里面 所看到的 确认了门徒们 任性耶稣的权柄的一个成长过程 所以我们也看到 门徒的一个分段成长 经由这样的历程 原来在18节里面 所提到的门徒 看不见 听不见 都要看见 听见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灵性成长 来自于我们得到的救恩 救恩之后的成长过程里面 是一个成圣的一个农长的一个实践 我们希望在这里面 有很强烈的一个灵性成长 可是我们往往会再次回到老 我们的成长也需要分段 就像这个故事里面 耶稣透过不同的情境 所带来的信息 耶稣可以全然一致 但是我们却要分段成长 求神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在这个分段成长的过程里面 时之各克 倚靠祂 要靠祂 成为祂所合一的器皿 愿神祝福各位